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体化实际上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合 经济体化不仅是世界经济的特有现象 而且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特有现象 那么经济体化实际上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 经济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也就是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合 第二 经济体化呢 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的联合调整情况 第三 经济体化有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范围 第四 经济体化有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因而它是一个过程 它并不是单一的一种体化的形式 它可能是在不同的水平情况下 你的体化的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 最后 经济体化来讲 对成员国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并对于整个的经济的制度 经济的机制产生一个新的现象 或者说新的机制的成立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经济体化是不是一定会对一个国家产生完全有利的结果 这也不一定 很多情况下来讲 我们说也有利也有弊 那么目前上来讲 全球的经济体化是蓬勃发展的情况 那么经济体化的内容来讲 是按照不同的情况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目前上的一体化的内容 可以分为贸易计划 货币的一体化 经济政策的一体化 以及经济计划的一体化等等 一般来讲 经济一体化只能在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来进行产生 因为相似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 才能构成一个新的经济体的基础 在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之间 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应该是最基本的内容 国家之间 产品为当代世界经济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和特有的机制 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的发展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经济体化形式是什么 一个产生的 那么目前上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经济体化的萌芽 其实出现在二战之前 它叫特惠贸易协定 Private Racial Trade Agreement 它指的是成员国之间 通过协定或者其他方式 对全部的商品或者是部分的商品 设立一个较为优惠的关税 但是各成员国保持对于非成员国 贸易政策的独立性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进行对于非成员国的关税 与非关税壁垒的自行决定情况 特惠贸易协定呢 是区域经济合作中最低级的 也是最松散的一种组织形式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英联邦的特惠制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1960年我们说东南亚国内联盟的形成 其实都属于这种特惠贸易协定的情况 特惠贸易协定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它指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关税解让 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关税 只不过是与非成员国相比来讲 它的关税比较低罢了 那也就是说来讲 特惠贸易协定并没有把各国融在一起 所以它并不是一体化的初级形式 只是一体化的萌芽 那么按照各国之间来讲 形成的一体化的程度的深浅高低不同 我们说经济立化实际上是有五种形式 第一个形式我们称为叫自由贸易区 英文叫Free Trade Area 英文缩写成FTA 那么自由贸易区强调 在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国之间 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税与非关税比例 那也就是说产品应该是自由流动的 那么同时来讲 成员国对非成员国采取独立的关税政策 也就是说它的贸易政策 对于非成员国执行什么样的措施 都是自行决定的 不用争夺其他成员国的同意 那么目前自由贸易区来讲影响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是北美自由贸易区 是在1994年1月1号成立的 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来讲 英文的缩写叫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英文缩写成N-A-F-T-A 我们一般管它叫NAFTA 那么NAFTA实际上是有三个成员国的 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自由贸易区它的含义 美加墨三个国家之间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贸易壁垒的 所以产品来讲应该在三个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 那么以关税税率来衡量的话 那关税税率多少 零 但是对于非成员国 比如说日本 那么各国是自行决定它的贸易壁垒的高低的 那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讲 如果它订立的关税税率比如说是7%的话 那么我们所说的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可以自行决定 比如说墨西哥可以设立14%的进口关税 而加拿大可以设6% 这个税率完全可以不一样 因为它是对于非成员国的壁垒 那也就是说它愿意设立多高就多高 愿意多低就多低 不用争得其他成员国的同意 那么如果来讲 比如说美国来讲对日本的某国产品来讲 可能加征了一个税率的情况 成员来的比如说7%的关税增加到3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是自行决定的 不用争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同意 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大家发现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发现 进入加拿大的税率最低 那么它能不能把它的产品先运到加拿大去 然后从加拿大再运向美国呢 那这样的话大家需要注意 这种情况实际上 它不会有这个1%的税率的 我们所说的利差的情况 为什么呀 因为实际上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上 我们还有海关的 海关必须去查货 也就是说查货 首先查原产地证明 也就是说必须是他们三个国家之间的生产的产品 也就是美国生产的 墨西哥生产的 加拿大生产的 在过边界的时候 那才是自由过的 不争任何的贸易壁垒 但是如果是非成员国的产品 那一定点征收我们所说的关税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它要看原产地证明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海关仍然要查货 这是我们说的自由贸易区的情况 那么自由贸易区继续发展下去会形成关税同盟 那也就是说是异体化的第二个形式 关税同盟的英文呢 叫custom unit 那么它的含义与自由贸易区有所不同 第一句话是一样的 你说成员国之间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但是第二句话需要注意 它指的是成员国对外实行一致的 一模一样的 统一的贸易政策 就是关税政策情况 那么这里来讲我们需要注意 成员国因为对外壁垒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各国的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产品市场 那么关税同盟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或者说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欧盟的前身 当年在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那么当时来讲呢是有六个成员国的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北历史 卢森堡 荷兰 其六个国将来讲形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那么他们之间的产品完全自由流动 但是对非成员国 我们注意实行的是一模一样的关税制度 就是我们说贸易壁垒 那比如跟日本之间的贸易壁垒 那么各国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要是6%都是6% 要是7%都是7% 要是100%都是100%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如果某一个国家想要改变这个税率行不行啊 这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法国也很想把税率提高到30% 可以吗 不行 必须大家同时提高才可以 必须征得其他五个成员国的同意 大家一致来进行调整才可以 那也换句话说在关税同盟情况下来讲 本国制定贸易政策的这个权利 改变贸易政策的权利 实际上都商交给这个一体化的组织了 本国丧失了贸易政策的主权 那也说经济政策 经济主权的一部分让杜出去了 这是关税同盟 那么关税同盟继续发展下去会形成 我们叫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一般称为common market 使得不仅是商品和劳务 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 那么资本劳动这些要素也开始自由流动了 那么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年1993年1月1号生效的欧洲统一大市场 那也就是说来讲 它的人员来讲已开始自由流动情况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共同市场的形成 实际上是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之上 那么演变出来的 那么它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会形成经济联盟 经济联盟实际上要求来讲 我们说对成员国来讲 实现关税啊贸易啊 以及市场一体化的这个基础之上 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 由这个管理机构统一来讲 协调我们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 那也就是说对整个国际经济决策中来讲 那么它要统一立场 那经济联盟再继续发展下去 实际上就是形成完全一体化 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统一所有的货币 统一所有的经济政策 那么当所有的经济政策都统一以后 那么这些国家其实合成了一个国家 那也就是说它会从经济一体化 最终走向政治一体化 那么这就是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或者说它主要的一个形式 目前来讲全球走得最深入的就是欧盟 欧盟已经完全进入了完全一体化的进程之中 但是它也开始倒退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体化的好处来讲 其实应该是比较大 比如说像欧盟来讲 能够向深入形式发展 从贵人同盟一直发展到 向完全一体化迈进 那就意味着应该有最大的经济利益推动 而且从全球来讲 目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是蓬勃发展的 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同时在进行一体化的谈判 应该有十几个 像我们国家来讲 已经形成的 已经有我们所说的12个一体化的组织了 但是来讲呢 我们是正在进行的 那还有十多个 那也就是这是蓬勃发展的时期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全球一体化进程来讲 主要都在初级阶段 就是自由贸易区 这个自由贸易区来讲 占整个的经济利化组织来讲 超过95%以上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向深入形式发展呢 那么刚才我们其实分析过这个问题 随着像关税同盟的迈进 形成共同市场 经济联盟 实际上是各国经济主权 逐渐让度给一体化组织的过程 经济主权的减少会导致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就是当一旦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 那么调控国内经济手段就会不足 那也就是会迟迟难以负通危机 那这个来讲呢 就是我们一顶化的最大臂端 那也就是说来讲一顶化是有好处 但是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的情况 所以各国在形成一顶化的精神中都比较慎重 让度经济主权最少的就是自由贸易区 它也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我们基本上形式都在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说基本上关税同盟都很少见 所以我们所说来讲呢 各国要如何选择一体化的形式 那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么关于经济体化的形式的介绍 这个知识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